词曲 李宗盛 硬材挺大度量向北京做宣传 杨承林演唱会再创新招式 那个球鞋真的很恐怖 我爱变变变 追林俊杰歌星变邪星 我觉得拍戏就是要能够放得开 小S主持变主妇 冯小刚小刚炮变成了哑炮 对不起 这转不回答 片场光透透 黄宗泽演敌人杰遭排挤 你有想过什么招来融入这个家庭吗 不需要他们人的真的本身就很好 马逊与版元方诞生 大家怎么看 一乐乐翻天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有玻璃 是独家冠名播出的一乐乐翻天 大家好 我是许晓 大家好 我是刘彬 这几天我窝在家里看一部戏 我非常爱看 我觉得非常的写实 叫青润期状上冬年期 二 看完 二 原来我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做媳妇的特别难 但现在我看完 我真的发现说做儿子的真的很难 没错 这边当老公 那边要当老公 就两个的关系又很威尿 你要怎么去处理 对 跟人间多难 没错 我觉得最近有个人就做得挺好的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赵又婷 然后高颜宴 他们带着赵又婷的妈妈 去张家界玩的时候 赵又婷的举动很对的 赵又婷他特意给高颜宴保持一点点距离 对 但是人家网友就开玩笑 网友就说了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 因为怕跟高颜宴太亲密 他妈妈吃醋呀 所以说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嘛 所以将来如果他们真的结婚的话 一定会很亲 是 博眼球友高招 硬材儿挺大肚 北京宣传 太重五六厘米的高跟鞋 化着淡妆在无锈锅的蝉扶下 怀孕五个多月的硬材儿 出席电视剧 肇事孤儿案的新闻发布会 尽管当天这一身装扮 还是一如既往的靓丽 不过现场众多女记者 都开始替这位性格大大咧咧的准妈妈 担心起来 今天唱的就是唱的是高跟鞋嘛 那你不会担心 为了这部电视剧的宣传 硬材儿前一天 特意坐四个小时的飞机 从香港飞到北京 尽管旅途有点劳累 不过好在身边 有很多同事一起照顾 没有 还有安排身边那个信任的人 跟自己一起过来吗 反正 基本上就公司的同事就照顾嘛 这部电视剧的宣传 你俩自己经历 是不是这样太快感受到 大同班 他这个电视剧 就是最贵的东西 我最爱好 我眼球有高招 杨成林演唱会再创高招 据杨成林为爱启程 世界巡护演唱会 只剩七天的时间 杨成林百忙之中 抽空抢拍啤酒广告 最近为演唱会密集训练 成林再创新招式 龙卷风秋金 只靠着比利在绳索上自转 练得他手指掌点 三滴无力 而腰椎的旧级也再度复发 让他坐立难安 这个球签真的很恐怖 对 这个电视 有没有球签都是伤 它的伤是内伤 就是你外在看不出来 然后因为全身用力 所以我之前尾椎周遭的肌肉 又开始让我怎么做都 就是我做起来 人家都以为我很骚 就是一般人做就是做 或者很懒 但是我一定要做一边的臀部 就是觉得很骚 我不是故意要卖弄性感或干嘛的 是因为我一定要一直换做做姿 台北上演唱会 杨正琳要好友清风担任嘉宾 清风二话不说爽快答应 却也跟成林约定 唱歌热舞都OK 就是不跟他一起玩自虐 他其实 其实在音乐上都没有问题 但的确就是在一些技术上的部分 他说我没有要倒吊 然后我也没有要进水 我也没有要悬高 我就说其实我不会叫你做这些 做这些你会唱说我风采 而且这些是需要训练的 因为之前曾遭清风落种疫苗解冲照 成林这次做好万全准备 完全不担心清风在台上乱来 有 你知道我为此啊 就有考虑就是他会出现的那一套衣服 就是他解不开的那一套 但是我还在考虑 因为要嘛就是他聪明到他还是解开了 我里面没有新的那个防护了 完蛋了 就是整个落了 但是现在就是 我相信应该不会那么过分吧 在万人面前有必要这样对我吗 所以我应该会再多给他一些音乐的功课 然后让他忽略这件事情 我愿久有高招 女星为副业拼了 平时赚很多的艺人们 私下有许多人投资副业 上周末淘金银梳琪 蓝心梅这三位姐妹涛 一同欢庆第九家餐厅分店的餐厅活动 只是蓝心梅一开口就点破做生意的难处 开店真的很容易 尤其是明星开店真的很容易 但是马的导电更快 所以不要轻而易举的开店 你知道吗 而为了展现川菜馆的辣味 老板娘们除了在店门口 黏上了9999条红辣椒外 连打扮都辣味十足 我是大红桃辣椒 就是看了就是很辣 但是吃了呢 好吃又上瘾 那苏淇你看小辣椒 大家就知道小辣椒的威力是很恐怖的 今天就想走一下少女现在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好不好 周末嘛 给妈妈一个机会 目前正在赶拍电影 你女娘的苏淇为了餐厅开幕 也特地抽空出席 让蓝星梅感动不已 但她却不小心爆了舒淇的身价 尤其是舒淇 这个已经身价破百亿 身价破百亿的一个大电影明星 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票房票房 要不然人家以后真的抽百亿 票房是破百亿 身价也是一样 林林平平 人家很低调的哦 乐半天综合报道 哇 百亿天后 我觉得以后我要赶名 请叫我百亿天后 等了就一百亿吗 拿出来分分啊 我 为什么要分 你想啊 你说你一个人 一年一亿 你还得花一百年呢 你不拿出来分一分 也是啊 多勇修啊 而且我发现 这个成功的女性 包括蓝星梅 包括舒淇 她们都那么成功 但是你看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人也很喜欢她 她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嫁呢 这个圈到底是 怎么会那么难嫁呢 真的很感慨 用我的这个心思来想想她们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她们自己太过于优秀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所以使得这些男生 就不敢靠近 那还有一点呢 可能是因为 她们太小了 哎呦 我突然间觉得 你真的也要小心一点了 太过优秀的女生 真的是 希望我不要眼光太高了 还没讲 眼睛都长得头上 不过在这个圈里啊 真的是太难嫁了 看一下 贵圈男诈 林心如谈恋爱 不敢以结婚为前提 娱乐圈中圣女多 有事业型圣女子 男生不派型圣女 还有一部分圣女 因为高高的严要求 而被剩下来了 她们对婚姻期惶恐 又怕惶惶 此期待 又怕受伤害 就比如今年已经33岁的林心如 升格制片人 让林大美女的工作 是越来越忙 她非常希望自己能够 尽快心有所属 但又不想为了结婚而排脱 其实我不会想说 就是 交往的对象 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 因为 很多事情就是顺其自然 然后 然后大家有缘分 可以在一起 就开心地 在一起享受当下 那未来的事情 就不要去给自己 设限太多 因为如果你是想说 要跟人家结婚 搞不好人家也没那想法 的下 贵圈男嫁 吴佩慈恨嫁心切 和林心如比起来 吴佩慈想婚心切 已经35岁的她 生生大生 还没有着落 近日吴佩慈在北京 宣传新电影 分手合约 当被现场主持人 问及打算 何时结婚时 她的回答 还真把大家给吓了一跳 贵圈男嫁 范小圈对结婚没兴趣 36岁的范小圈 穿上婚纱了 她可不是要嫁人 而是为自己的新电影 明天记得爱上我做宣传 她和任心提 夏雨桥和石头 分别以电影中饰演的角色出场 两对新人在大家的建议下 许下爱的誓言 虽然场面浪漫温馨 不过穿上婚纱的范小圈 却完全没有对婚姻的渴望 真的对 结婚 好奇不是我 是 乐凡天 综合报道 最近都没有什么胃口 胃怀了 没有了 你最近都吃点什么呀 我最近胃口可好了 回肤肉什么呢 鸡姐 你不都很好吃啊 天呐 古主播吃回肤肉 不符合形象 对 没有了 没有了 我最近都爱吃一点青菜了 加点香菇了 我觉得就很营养很健康 你也太假了吧 刚才谁在化妆间里面吃包子了 打肉包子呢 不但你这样的 你都吃什么 你别光说我的 像我这样呢 没事就去喝下午茶呀 吃点小点心啊 有的时候喝点这个鸟巢咖啡呀 不好意思 那不叫鸟巢 那叫雀巢 雀巢 我爱变妹妹 叫S主持变主部 上周末 小S男的和法国米其林三星餐厅主厨 亚尼克亚兰诺一起公开做菜 不过小S在现场又发挥她的主持功力 在做菜过程中频频调戏主厨 小S调皮的模样逗得主厨开心不已 主厨也不甘示弱 将料理当戒指套在小S手上 让人机差点招架不住 真的很难得会遇到这么会煮菜 然后这么有艺术兼分 重点是长得又那么帅的主持 所以内心其实是有一点紧张跟叛叛 平常不太做菜的小S男的穿着性感的洋装下厨 不过他却说自己在家都穿着T恤 搭配高腰睡裤 完全做性感 碰不着边 还自爆曾经在下厨的时候 有过奇特的打扮 我以前做菜给我公公吃的时候 因为要切洋葱 然后会不断的落泪 我最后是戴上那个滑雪的眼镜 然后戴上那个冰浪西施的那种长手套 所以就是几乎不会露出任何的鸡 小鸣点评 幻想完全破灭了 我爱变变变 这次林俊杰歌星变邪星 昨天这次林俊杰出席新专辑前售会 看到现场粉丝超过自己的预期 这些心情大好 发行个人第十张专辑也同时纪念 直到十周年 公司也大出鞋 动辄千万为JJ新专辑 每一首歌都搭配微电影跟演出 因此也枸杞绝绝地吸引 JJ觉得这是尝试演员这个角色的好时机 我不接任何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拍戏 就是要能够放得开 对 然后要能够跳开自己原有的一个形象 跟角色 这是我个人想要去挑战 比如说 甚至一些比较轻松的曲剧 或者是一些比较歇斯底里的动作片 《无碍变变变》 汤唯小青青变二姐 昨天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 在上海去新手艺仪式 祝愿汤唯吴秀波携手亮相 一身亮眼的风衣搭配短裤 相比以往的文艺女神范 汤唯当天的装扮显得摩登感十足 而说到这部电影 汤唯惨言这回在片中饰演的文佳佳 绝对是本色出演 因为生活中的自己也和她一样二 我做的跟我相比 尤其是在我家里 在我的特别亲近的好朋友 父母面前 基本上就是说话的方式 或者有时候就都是那种挺 大了咧咧了嘛 就没有任何 反而挺你 是有点二的那种 尤其是在跟我妈 就是想到我父母开心的那个 这个是最好的饭嘛 你自己先活着补 他们也都不行 不计较了 之前有时尚杂志爆料 汤唯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自己最爱吃的是 中级的回锅肉 经级团队为了打造汤唯 小清新的文艺饭 硬是在生烤时 把回锅肉改成了香菇菜心 昨天在手印礼商 汤唯收起了文艺饭 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自己 这不免让人觉得 是在对回锅肉试炼的侧面回应吗 有 我做这么久了 行 这个这样的我感觉 这也要不 如果说咱们票房能过三亿 我就请 在场 就对啊 每一个人 大家可以听着手 留下名字 请大家一块吃回锅肉 再加上香菇菜心 我爱变变 冯小刚刚炮变哑炮 电影票房 常年不败将军 冯小刚自1942票房残败后 小刚炮似乎变成了小哑炮 上周末 冯小刚在上海出席 某儿童食品的商业活动 显得十分低调 当天他知识不提 与电影有关的任何话题 只谈亲子话题 对于最近很敏感的新二代教育 冯小刚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我考虑他是什么带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人 我让他快乐 就是这样 让他真实意的 不要从小就下巴低 你对自己的教育达多少分 我还觉得 要看他长大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没有什么大分 而且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 比如说 你希望把一个孩子 教育成那样 在我看起来 那个就是没劲的 很无聊的 我希望把我的孩子 教育成这样 也可能别的人 没有标准 所以这什么大分 在采访之初 主办方就一再表示 冯小刚导演 不回答与活动无关的任何问题 这与他一贯的作风 大相敬庭 不免让人怀疑 冯导是否还是不能面对 自己在票房上的失利 既然不能问及敏感话题 那么退而求其次 只问新电影私人定制 真是没想到 冯导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都不答 也免的话题跑偏 又引来不必要的发飙 那冯导谈下今天的计划 今天的计划 今天这事没关系 冯导自然定制除了 你找路是确定以外 想知道葛优友 冯导要讲话 你都要讲话 冯导 对 在这儿不回答 是说还不能确定呢 还是说 确定了 但是不是说这个 小编点评在商业利益面前 冯导也屈服了 乐翻天综合报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有波丽 一起独家冠军播吃的 一乐乐翻天 我是古晓 大家好 我是刘斌 今天我们在办公室聊说 我们周末的时候 去看那部片子 我老叫错名字 叫什么来的 虎胆龙威 虎胆龙威舞 然后我看完之后都觉得 哇 第一很心疼 你说里面有那么多车 为什么对我搞破坏呢 真的是 这次我闻不得多好 你知道我边看 我就边感叹 哇 好刺利好刺利 然后心里就在低血 哇 好配甜 好配甜 另外我觉得最扯的是 那个主角 真的是 我觉得这大叔太厉害了 面对那么多敌人的时候 他永远都不惧怕 而且自己可以全部搞定 而且不管怎么摔 胖尔永远都没有事情 对 但是你说对于我来说 最无厘头 就是这么刺激的一个片子 在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候 嗯 我失败了 对 肯定觉得太激烈 压力太大了 不过讲这个拍戏的时候 每次看完那个成片 就很感兴趣说 如果当时在片场的时候 这一幕应该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片场去看看 看到的是这个敌人节 开拍了 片场逛透透 黄宗泽演敌人节遭排挤 昨天在横店热拍的电视剧 《少年神探敌人节》 开放了媒体探班 据说在戏里 就扮演敌人节的黄宗泽 是来自香港 其他军委内地演员 而且还是四川级的演员居多 因此片场 大家都用四川话交流 这对于黄宗泽来说 可就惨了 看那四川话觉得怎么样了 看哪一句啊 看哪一句 很晦气 很晦气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什么 把妈舔玉 把妈舔玉 你有想过什么招来讨好大家 然后融入这个家庭 不需要 他们真的本身就很好 虽然嘴上说着不需要讨好 可同族演员孙潇潇就爆料 黄宗泽在族里 可是唱歌跳舞煲汤 十八般舞异 都实战出来了 他平时每天要负责祭团 还要负责跟我们聊天 然后呢 还要负责给我们讲戏 所以挺难的 还要挨吃货 对 还要挨吃货 还有唱歌什么 对 最炫民族风啊 什么 他要跳舞给我们看 所以他是最难的一次 因为他每天在现场 就是干这些事情 然后可能回宾馆之后呢 就是想着第二天 要给我们包什么汤喝 对 他在我们组 还有一个名字叫 黄汤宝 敌人节的故事 是一个热门题材 多次被搬上荧幕 也有诸多前辈 饰演过其中 刘德华饰演的 敌人节影响力最大 黄泽泽被问及 是否赶个刘德华比肩时 直接回答 没的比 没的比 刘德华就是刘德华 因为他们就是 他就是 不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其实我能演到 他的少年版 也是挺荣幸 所以不敢去想 电场逛透透 马天宇版原方诞生 大家怎么看 近期有将近五部 跟敌人节有关的戏 扎堆在横念同时热拍 而传说 里面的原方一角 统统被马天宇包揽 一个人串五部戏的原方 的确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 没有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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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在这个戏里面 去年原方你怎么看 这句话流行于一出 原方大红大紫 因此 马天宇饰演名字中 在原方的 不得不被网友拿来取乐 不可此原方 非比原方 网友也不要搞混淆了 此原方 不是那个人 我们说起来 这么多 觉得你片的原方的话 有什么亮点吗 那样的 小方的 眼睛亮吗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因为可能这边 给了我一些提示 我只是按照这边去 好 好 中德这次戏里 有没有人 你要帮你早看 哎 真的没有 他都说不是 里面真的 没有了 就是那样 张点的 对 对 但我们肯定会把其他的原始来进来 欢迎来到玻璃区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只要你答的问题 就有机会拿到大奖 那上周娱乐显微镜的问题答案呢 就是罗志祥 恭喜屏下方 这位微朋友 将获得玻璃区挺吻 大理包一份 以及3月29号 中国联同范围集团街星 五周校园歌友会的门票 好的 马上来看看我们今天问题 今天问题就是 请问穿着围裙的这个女性 她是谁 如果知道这件答案的话呢 请赶快给我们留言 除了有玻璃区提供的大理包一份之外 另外就是刚刚讲到的 3月29号 中国联通 谭杰西 还有范伟奇 校园歌友会的门票 送给大家咯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cuk